接着关心 北市环河北路 昨天晚上深夜11点 有一处空屋的民宅传出火警 火势相当猛烈 还延烧到隔壁民宅 但空屋里头有一名老人 来不及逃生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 好 主播火警现场烈火狂窜 白色浓烟 直窜天际 消防人员禁机疏散一旁居民 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二段 一处民宅昨天11点多发生火警 由于现场堆放杂物和资源回收物品 火势瞬间延烧 就连隔壁公庙与乡邻的房屋 都被凶猛火势波及 邻居连衣服穿都没穿 就紧急逃出屋外 来听段稍早访问 消防人员全力扑灭火势后 在现场清点踩损时 发现一名老人 被压在倒塌的房屋里明显死亡 疑似是大火 造成房子倒塌 加上老人行动不便 因此逃生不及 出动了23辆车84名人员 总共出了12线水线 大火是在零死13分整个扑面 火警燃烧面积大约200平方公尺 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钓科人员后续调查厘清 都不过 都不过 谢谢大家